Hello, this is Paul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Paul英语课堂 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喜欢听音乐 还有很多人喜欢玩各种不同的乐器 在这一课里面,我将介绍大家各种乐器的英文说法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键词 乐器用英文怎么说 musical instrument musical instrument musical代表是音乐的,这是个形容词 instrument代表是器具的意思 musical instrument代表是乐器 我们看一下第一种乐器 电子琴,electronic keyboard electronic keyboard keyboard这单词代表是键盘 比如说我们的电脑键盘都可以这单词keyboard 那么这个单词electronic 代表就是电子的跟电子有关系的 数码电子的意思 electronic keyboard,电子琴 很多家里面都是有的 我们看一下钢琴怎么说呢 piano 我们发a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a要中读一下 piano就指钢琴 我们首先来介绍这些我们那个家里面常见的弹奏的乐器 每一个会分类来讲不同的乐器的piano 好,这个钢琴的话 其实它的在出现之前的话 在17世纪钢琴替代这种古钢琴之前的话 一般来讲这种古钢琴是比较那个流行的 就是这种古钢琴的话叫做波弦古钢琴 英文叫做hapsic chord hapsic chord hapsic chord它是那个主要是用那个波弦的那种 它就跟他们弹鼓针一样的那种方式来弹钢琴 所以它没有办法像钢琴那种敲击一样的啊 比如说敲击 钢琴的每一个键敲得很重 你就可以把声音变得越响亮 它没办法达到这一点 后来逐渐就被钢琴给替代了啊 在17世纪开始就被替代了 所以现在一般来讲的话都用的是piano 这样子的 所以这是以前的 但现在也有些人在那个用啊 这是古典乐器 hapsic chord 然后我们来欣赏一下啊 这种乐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啊 希望对大家有一种体会的帮助啊 OK 我们继续啊 那个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啊 也是这样子的啊 弹奏的乐器啊 我们看一下管风琴的英文 Organ或者也读作 Pipe Organ Organ 或是pipe organ都叫做管风琴啊 这个令大家就比较熟悉的啊 这样子的 Next one 接下来我们说一些打击的乐器了 打击的乐器啊 敲击的乐器 比如说第一种的话 虽然它也是叫琴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敲击乐器啊 这样子我们看一下 两个那个木锤啊 敲击那些金属条啊 木琴 Xenophon Xenophon Phone这个英文的话 Phone这个英文实在本来就代表是一些发出声响的意思 发出声响就可以用Phone这单词 包括那个电话啊 Phone 那个通话啊 有声音的 Xenophon是一个以X开头单词 中文单词比较少的X开头单词 但这个单词不请注意一下 OK OK Next one 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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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um的意思 这个不说 下一个啊 下个单词 薄 比如说 你看很多那个同坐的 同薄 知不知道 这样子的 Symbol Symbol 薄 Symbol 这很多乐队 玩乐队的人都知道这个薄啊 Symbol OK Next one Tambourine 手骨 Tambourine 拿着手上那个摇一摇啊 发出那个声响的 Tambourine 这个手骨 Next one 接下来我们开始看一下那些 用嘴来吹的一些乐器 比如说第一种 长笛 Flute Flute 长笛 Next one 树笛 Recorder Recorder 其实长笛 树笛之间 很多时候的话 用Flute的话 其实可以统一代替啊 这样子 但是我说一下这单词 Recorder 树笛 Next one 好 排销啊 在中国和其他世界的地区 都有种排销啊 英诗英语叫做Pen Pipes 美诗英语叫做Pen Pipes 英诗英语读作Pen Pipes 美诗英语读作Pen Pipes Pipe反而就代表是管子的 那种小的管 而管子的意思 比如就跟那些人 抽烟的那种 抽烟的那种 抽烟的那种管 小的管 我们都可以叫做Pen Pipes OK Next one 就是一种苏格兰的 苏格兰的著名的乐器 风底 Bagpipes Bagpipes OK 风底 Bag板是指的是包 你那个带的背包之类的 Bagpipes 因为你看他的样子嘛 我这种配图 你会看到啊 这种Pen Pipes的话 它是被包裹起来的 这个苏格兰的啊 然后呢 男士们穿着那种裙子啊 吹Bagpipes Bagpipes 风底 接下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一些金属 做的一些吹奏的乐器 比如说第一种 萨克斯 Sax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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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one Horn Horn 号的意思 当我们说Saxophone 看来有出现了Phone 这个 刚刚那个Phone 那个声音这个词 OK Horn 号的意思 本来Horn这单词本来是可以代表的是 脚的意思啊 就是那些动物的那个脚 比如说牛的脚 鹿的那个脚的意思 Horn 这地方是号 统称号就用Horn 好 比如说号里面有大号 Tuber Tuber 长号 Trom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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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号 小号 Trumpet Trumpet 好 当方管 Clarinet Clarinet 下一个 低音管 Bassoon Bassoon 好 下面的是口琴 Harmonica 或者是在音试音面也叫做Mouth Organ 但音试音面也可以说Harmonica 就是口琴 Mouth Organ Mouth Organ 这也可以代表 Organ这单词我们之前 讲过嘛 那个管风琴的时候 对不对 Organ 这地方代表的是 那种一种Wind Instrument 就是一种那个 通过那个气流弹奏的 就是那种演奏的一种乐器 就是都叫Organ 好 这地方口琴Harmonica 或者是Mouth Organ 这样子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 下面的是一些 需要那种琴弦能弹奏的 拿着的 或是 那个 很多都拿着的 或是那个放地上的 一种一些乐器 比如这个的话 是很大的一种乐器 非常大 全世界最大乐器之一 低音提琴 Double Bass Bass本来就代表是低音的意思 Double Bass 就只是低音提琴 这样子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过陪图 对不对 非常大 Double Bass 低音提琴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低音提琴 它的弹奏效果 OK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大提琴 Cello Cello 大提琴 Cello 这单词读作Cello 前面部分 不是不能读作Cello 只能读作Cello 好 下面的小 中提琴 这个是 中提琴 Veola Veola 中音在欧洲地方 Veola 中提琴 下面一个就是小提琴 Veolin Veolin 或者读作Fiddle Fiddle 小提琴 Fiddle一般是指那种 比较通俗的说法 比如说你演奏的是 比较流行的音乐 你说Fiddle 这个比较好 那Veolin的话 一般是比较 Classic Music 比较经典的一些音乐 我们说Veolin 简直说的话 Veolin的话 更加正式 Fiddle的话 相对来讲的话 要随意写这样子的 Fiddle 小提琴 好 下面的手风琴 Accordian Accordian 手风琴 这个单词 希望大家也记一下 下面的竖琴 Harp Harp Harp的单词很有意思 在动词里面的话 它在短语里面 可以代表是 唠叨的意思 唠叨 不停地唠叨 说一些话 就是Harp Harp Harp on something Harp on 就一个人就不断地说一些话 这样子的意思 好 下面一种 班着琴 Banjo 这种琴 我倒是经常在一些 场合听到 Banjo 西方的一种非常著名的乐器 Banjo 班着琴 他应该也见到过这样子的琴 好 下面一种比较熟悉的就是Guitar 吉他 Guitar 吉他 大家听着听 要听我的发音 不要记下来 这些发音 Guitar 中在第二个音节 Guitar的地方 Guitar 吉他 好 下面一个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 这个是比较有夏威夷特色的 叫夏威夷四弦琴 有四根弦 或者它叫做 游里 游客丽丽琴 好 英文读作 Yukulele Yukulele OK 它有两种听写 第一个是 U-K-E-L-E-L-E 第二种是 U-K-U-L-E-L-E 这样子两种 我可以聊一下这种琴 听一下 大家喜欢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中国的不同的乐器 英文的表达 第一种 Pipa 或者是Chinese Lute 这就是琵琶的意思 琵琶 或者叫Chinese Lute 大家不用去管 Lute到底是什么 Lute的话是老的一种西方的乐器了 比较老的 就比较古老的一种乐器 Chinese Lute的话 它 因为Lute的话 样子就长得很像琵琶的样子 所以你如果 要给别人讲什么是琵琶 因为它英语吧 所以你又可以说 It is Chinese Lute 这样子的话 大家可能理解起来清楚一点了 同样的 比如说中国第一次 你可以说Chinese Chinese Flute 之类的 一词一推 反正都可以叫个Chinese 这样大家理解起来比较清楚 因为各国家 乐器之间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你就加一个国家 那名字加个英语里面的西方的用那个乐器 就不错了 好 比如说第二种 比如说二胡 你可以说二胡 这是音译的 或者你说Chinese violin 或是Chinese two-string fiddle 或是 violin 也行 Two-string 这个地方啊 就指的是两根弦的意思 Two-string 两根弦 Fid 就指的是小提琴 就我们说过 对不对 你可以加上就两根弦的小 那个中式的小提琴 就是二胡 这个也是很想要表达 但有些那个懂乐器 大家也知道 有二胡这种说法 音译的 二胡 好 这样子的 我们看下面一种 叫做针 或是古针 或是Chinese zither Chinese zither 这样子的 好 这个单词啊 Zither 就指的是 也是指 古代的西方一种乐器啊 这样子 也不用管梵 它就是横着这样子的乐器啊 古针古本来代表古代的意思嘛 听你可以叫针啊 包括一些文言文里面 提到这种古针叫针 这样子的 OK 那你可以直接说针 或是古针 好 下面一个啊 琴 古琴 或者是 seven string zither seven string zither 由此可以看出 古琴跟古针 区别在于 古琴的话 那个琴弦要少一些 就是七根琴弦 seven string zither 看表是这样子翻译的 或是Chinese seven string zither 当然最好这样子翻译 OK 好 大家理解没有 好 我们看最后一种乐器 编钟 编钟 或者是可以读作 Chinese chimes chime的话 本来就指那种 响铃的意思 比如说风铃叫做wind chime 好 编钟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 我总结的这些 乐器的话啊 当然也不可能全文总结 主要总结一些比较常用的中西方的 主要是西方的一些乐器 希望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帮助吧 你如果想看更多的视频请务必点击我YouTube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 并打开一边小铃铛啊 这样就能接收到我最新的视频通知了 然后同时你可以扫表我的微信啊 我们共同来讨论英语学习的话题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